人体最主要的三大微量元素包括了点、心和锡 那么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锡元素对我们究竟如何的重要 一、锡元素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 免疫系统是人体健康的保护罩 可以帮助阻挡进入体内的病毒 然而锡就可以帮助提高机体分别病毒的能力 增强人体抗病能力 此外,锡元素还是人体长寿的原因之一 因为锡元素能够激活人体自身抗氧化系统中重要的物质 抗氧化能力非常强 可以有效的美容、养颜、延缓、衰老 锡元素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 减少血酸的形成 预防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此外,保护肝脏也是锡元素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体内缺乏锡元素 那么肝炎病毒就很容易找上门 从肝炎发展成肝癌的风险比普通人高达200多倍 锡是营养性肝坏死的主要保护因子 可以保护肝脏 预防肝炎、脂肪肝、肝硬化 甚至肝癌等病症 锡元素还具有防治肿瘤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防癌、抗癌 如果你的身体缺锡 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这五种疾病 一就是艾滋病 艾滋病主要是由于免疫功能缺陷引起的 而吸引于艾滋病毒感染关系密切 研究证明如果人体缺锡 可能会导致艾滋病病毒致病性增加 而且还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此外,患上心脑血管疾病 如高血压、冠心病的几率 更会大大的提升 这是因为锡元素可以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 可以清除血液、垃圾、降血脂、降糖固醇和甘油三脂 一旦体内缺乏锡 血液流动就会变得缓慢 导致血液连稠度增加 引发血酸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此外就是肝肾疾病了 锡是非常重要的保护肝脏的元素之一 锡是一种强抗氧化剂 可通过骨光肝态过氧化物 没完成抗氧化作用 保护肝细胞的结构完整 防止肝纤维化 如果缺乏锡元素 而且身体产生过多的自由基 就会损伤肝脏 诱发病毒性肝炎、肝癌、肾病等疾病 再来就是糖尿病 再来就是糖尿病 锡也被称为微量元素中的胰岛素 可以降血糖保护和恢复胰岛功能 研究证实 缺锡是糖尿病的诱因之一 在缺锡的情况下 人体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减弱 只知过氧化物增多 胰岛受到过氧化损伤 就会导致糖代谢紊乱 导致血糖水平升高 再来就是更容易的患上 老人痴呆症 锡缺乏会降低脑中抗氧化酶的保护能力 使脑细胞处于高氧化应急状态 又导致早期老年痴态症的发生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 要如何补充锡元素呢 目前人体所需的锡 主要是靠食物和饮水中摄取的 我们可以通过保健药物 负锡食物 负锡形矿泉水等途径 补充锡元素 而且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当然就是在食物中获取了 大家可以多食用猪肉、大白菜、南瓜、洋葱、番茄、胡萝卜 蘑菇等蔬菜 也可以多饮用绿茶 都是非常好的补锡食物 如果大家想要远离 患上这五种疾病 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记得补充锡元素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